大家好,又到了我們 GameplayHK 每個月為大家介紹遊戲的時候 今年的大年初一是2月1日 我們在這裡供祝大家新年進步,身體健康 玩遊戲最重要是順利爆機,永不卡關 希望疫情可以快點遠離我們 因為今年新年都不太方便到處走 在2月份有什麼遊戲玩,立刻跟大家報導 覺得這條影片有幫助記得按讚 以及分享給朋友觀看支持我們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GameplayHK YouTube Channel 2月3日年初三有一款挺有趣的模擬農場經營遊戲 Farm Together 在2018年推出了電腦版,現在有家用機版本 發售平台PS4和Switch 除了要建設農場、種植農作物、養活家禽之外 還可以在這裡享受家庭、下廚、下廚、下廚、邀請朋友來我們家玩 一邊享受遊行的農民生活,一邊擴建我們的農地 單機最多可以四個人一起在這個農場玩 連線的話最多可以八個人一起幫忙耕田 如果想支持我們可以去我們Envifing網站購買這遊戲 在2月4日年初四,不要年初四這樣的樣子 因為有隻期待已久的大作推出 Dying Knight 2 Stay Human 叫大家Stay Human,不只是不要異變保持人樣這麼簡單 還要記住堅守人性 有玩開第一集都知道,我們除了面對喪屍之外 在這個末世環境,人類為了生存都會互相殘殺 每日災難爆發經過了15年 主角艾登為了尋找妹妹 來到這個似乎是人類最後堡壘的地方 昔日的文明已經毀滅了 新的文明開始慢慢重建 在這個城市總共有3個勢力 生存者,他們的成員透過彼此之間的信任結伴起來 透過以往職業技能建立安全區 在一班有高度適應能力的組織 為和者的成員大多數都是軍人 他們創立了法律,也會維持城市的秩序 雖然都會保護百姓,但往往自以為高人一等 為了達成目的可以不惜一切 最後就是變節者,他們成員過往都是囚犯 在這個城市裡面的犯罪集團 他們的首領目標就是統治整個城市 玩家可以選擇加入生存者或者為和者 而變節者和喪屍都是一樣,是我們的敵人 加入不同勢力幫助他們 城市會有不同的變化 故事的情節和結局都有所改變 因為劇情上有分歧 可以和朋友一起最多4人合作 去體驗房間主玩家的不同選擇 感受一下不同路線的劇情發展 和上集一樣喪屍在晚上很凶殘 今次我們有一支UV燈旁身 幫助我們逃跑到安全的地方 另外當然有不同武器讓我們可以作出反擊 今集也加入了很多Parkour的元素 主角可以很有型地在城市裡面穿梭 升級Parkour技能還可以幫忙殺敵 在這個沒入環境你們怎樣可以守住人性 為保住人類文明而戰 發售平台PS4、PS5、Xbox、World Xbox Series和PC 講起功夫我想大家可以看到最多的就是香港拍攝的電影 李小龍的電影更加是揚威海外 這次這支遊戲《師傅》竟然是由法國的製作團隊《Slowcap》所開發 由外國人製作的功夫遊戲究竟又可不可以做到那種拳拳到肉的感覺 2月8日就可以體驗一下 故事背景就說主角是一個百味派的功夫學徒 有一天他的家人被一班神秘刺客謀殺 而他為了復仇就用了8年的時間去做準備 不過我們進行復仇的時間就只有一天 而我們就要在這一天的時間之內找出所有的神秘刺客 而且這些目標還有大量的流羅去保護他們 對主角來說所有敵人都是不用忽視 主角除了可以利用他百年所學的功夫之外 他還有一條可以起死回生的神奇吊嘴 不過用這種魔法就有代價,因為每次復活都會老化 第一次復活他會老化一年 第二次復活就會老化兩年 如此類推 除非通過章節,他才可以將死亡的懲罰次數重斥 不過隨著老化都會有好處帶給我們 就是可以學到新的技能 又或者立刻復活再挑戰 不過當然人的年紀是有極限的 不可以不斷地重生 大家又可不可以在有限的時間之內 找到目標出來解決他們 看回戰鬥畫面,我自己覺得就不像一般玩開的動作遊戲 他沒有華麗的招式又或者特效 而是拳拳到肉的格鬥 除了用拳腳之外還可以利用身邊的道具 喜歡功夫的朋友我想會多喜歡這遊戲 好厲害 同一天有一款雙人合作,益智解謎遊戲 SOYA The Celestial Sisters發售平台PC 玩家是飾演ISO和Sophic兩姐妹 ISO是被困在地球上的黑夜女神 經過多年時間地球的黑夜漸漸消失 世界都邁向滅亡 ISO就需要她姐姐太陽神Sophic的協助 回復自身力量兩姐妹重聚 地球日與夜才可以回復平衡 解謎方法就是Sophic可以改變日照方向 而有些機關都是需要太陽能力才可以開啟 而ISO只可以在陰影下活動,它可以操控風能力 除了可以開啟道路之外也可以擊退敵人 如果約好朋友一起玩的話 不知道你是想做太陽神還是黑夜女神呢 大家還記不記得去年的奧運? 其中一個首次在奧運上出現的項目就是滑板 不知道會不會因為這樣而令到多了人對滑板這項運動有興趣 在2月8日就有一款滑板類型的遊戲推出 Ally Only World 發售平台就是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Switch和PC 這遊戲以前都出過幾代 第一款作品就是2014年推出 不過當時的畫面就是8B風格和現在是完全不同的 這次作品它的畫風很卡通 而且用色都非常夢幻 不過在PV上面看到有些部分就需要改善 不知道是不是宣傳影片的FPS不夠高的關係 當角色在一些雜木版做的賽道上面通過 再加上它這麼大對比的顏色 其實我自己就看得很辛苦 不知道遊戲正式推出的時候會不會有改善 可能用PC或者新世代主機 以高FPS玩 說不定會好一點都不頂 入起故事就發生在一座充滿滑板賽道的城鎮 我們的目的就是找到神秘的滑板之神 以及發掘在這個滑板天堂中隱藏的各種秘密 不知道對滑板這項運動有興趣的朋友 這遊戲會否吸引到你 喜歡玩RPG的朋友我想未玩過都有聽過英雄傳說系列 而它的最新作《黎智軌跡》 在去年9月推出了日文版之後 2月10日終於都有中文版的推出 發售平台就為PS4 《鬼跡》系列的故事是非常龐大而且漫長 由2004年文世到現在 終於都進入這個系列後半的故事 舞台是首次來到卡爾雅德共和國 故事就說在地下萬事屋工作的青年 凡恩、阿克萊德接到一宗很奇怪的委託案 想不到這宗案件竟然慢慢發展成為震撼共和國全國的事件 在戰鬥方面這一代和以往有很大的分別 除了遇敵變成無縫連接之外 戰鬥圖中還可以在指令和動作兩種不同的戰鬥系統之間隨意切換 官方建議打流羅的時候可以用原野戰鬥這種動作模式 讓大家有更加爽快的戰鬥體驗 而指令式的傳統玩法就適合打Boss用 讓大家可以慢慢想想戰鬥策略 雖然說這遊戲是一個龐大故事的後半部分 不過其實每一代的故事都是獨立的 當然如果你有玩過前作 你會對故事背景有更深入的了解 以及當前作角色登場的時候都會給大家驚喜 老玩家我想不會錯過這遊戲 未玩過這個系列又會不會吸引到你呢 接下來有一隻免費的槍遊戲可以玩 Crossfire X 2月10日就會在Xbox One Xbox Series上面推出 Crossfire 系列首次推出就是07年 是免費網上多人對戰的槍遊戲 來到新一集當然都會保留這個玩法 再加強了畫質的表現 另外官方還說會有故事模式 而這遊戲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線上多人模式就是用Unreal Engine 4去製作 不過單人的戰役模式就用了Loft Light這個遊戲引擎開發 代表作就有Control和Quartum Break 畫質和光影效果應該都會有不錯的表現 至於為什麼會有這麼奇怪的情況 一隻遊戲用兩個不同的遊戲引擎去製作 其實是因為原作Smell Gate 以及芬蘭的團隊Remedy合作去開發這遊戲 而Remedy的代表作就是我剛才提過的那兩隻遊戲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到其實就是兩個工作室各自各去做事 最後將兩隻遊戲合併在一起 以及官方暫時都沒有公佈過單人戰役模式的消息 就真的要這遊戲正式推出才知道會是怎樣 另外如果大家有Xbox Game Pass 是第一次可以玩到這遊戲 應該就是多人線上模式是免費 故事模式就像Halo一樣 要買這遊戲回來才可以玩到 Ao Web 15 來到2月17日拳王15 就會在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和PC上推出 這隻金手蜂型的格鬥遊戲已經有28年歷史 不知道你們由哪一代玩起 與上一代相隔了6年時間 畫質當然提升不少 手法角色有13隊,總共有39名格鬥家 其中有3名是新角色 Azla是來自南美的塗鴉藝術家 攻擊時都會運用到噴罐和充滿色彩 Azla可以使出火焰的攻擊 以及可以運用他自由變形的手臂進行戰鬥 Azla是居住在非洲偏僻之地的大隱士 擅長和大地精靈交流 用神聖泥土進行攻擊 之後還會有DLC加到6名角色 劇情模式就會延續拳王14的故事 大家就在這個突如期內展開的格鬥大賽一顯身手 各位拳王迷,接下來可以在新舞台一較高 接下來這個應該是驚慮遊戲 大型1983,2月17日就會在PS5和PC上推出 官方說這個是驚慮再加上解謎玩法的遊戲 不過老實說,看完PV我就感受不到哪裡有驚慮 反而就覺得挺搞笑 你看看那個魚頭造型的角色 令我想起一道英國的劣食菜式 看資料就說故事劇情比第一代的作品擴張了5倍 而解謎數量都增加了3倍 不過打遊戲來說數量不是重點 最重要的就是劇情吸不吸引 解謎方面會不會被人覺得重複 就算數量多都差不多解法 希望就不會了 故事就說1983年一個年間35歲的天才外科醫生 神木獻師接到一封神秘的邀請函之後 就去了一座以廢棄的工廠作為掩飾的研究室 如果沒有人介紹應該都不能進去 但是去到研究所就發生了一些怪異的現象 一個魚頭女人身的怪物出現了 而我們就只可以藉由收集文件或者聽錄音 去了解當中的真相和逃離這個研究室 我相信都不是手無寸鐵 起碼看到主角手上有一支槍 有武器的話心也比較穩定 由 Ubisoft 製作的刺客教條系列 其實一直都有慢慢移植到Switch上面 在2月17日就會推出刺客教條埃齊歐合輯 裡面包含了刺客教條2、兄弟會和啟事錄 在這三個遊戲裡面大家就可以體驗到刺客大師埃齊歐 他傳奇的一生 在刺客教條2裡面大家就會扮演年輕的埃齊歐 原本瀟灑風流的他是為了復仇而踏上刺客之路 之後經過兄弟會和啟事錄的故事 大家就可以看到他一生究竟是有什麼轉變 如果未玩過刺客系列的話 我自己就很推薦這個合輯 另外還有血系和余準這兩個短片故事 令大家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埃齊歐 大家如果想購買就要留意 遊戲卡帶裡面就只有刺客教條2 另外兄弟會、啟事錄、余準和血系 全部內容加上大約需要35G 所以大家就要準備一張比較大的SD卡 才可以載這遊戲的所有內容 你會不會年輕 接下來這一款是PlayStation的獨佔遊戲 Horizon Forbidden West 在E3展上都亮相過幾次 原本以為21年有得玩,結果都是玩不到 來到2月18日終於都可以 在PS4和PS5上玩到 來到第二集就出現了一些紅色的神秘枯毀病 植物枯毀沒有食物當然就會威脅到人類生命 所以阿羅伊就要離開原本的所在地猶他州 一直向西進發去到今集的故事地點三藩市 在這個地方原本有三個和平相處的勢力 不過因為這場神秘的瘟疫隨時都會打破現狀 末日世界過了千年之後連地殼都變動 三藩市有部分地區已經沉到海底 所以今集就多了水底探索的元素 有部分地區變成沙漠 回到最新的宣傳影片 真的多了很多各式各樣的機械獸出現 例如一些小小隻好像蟲鼠的機械獸 應該就不會威脅到我們了吧 但是這些這麼大隻,整隻翼龍的生物 我覺得就會有點危險 因為剛剛滾過那隻 這麼像《Mon Hunt》裡面的爆取龍 Boss方面有一條超巨大的機械射 去到冰天雪地的地方還有長毛匠 我自己就有玩過前作 所以就很希望舊作的save可以承繼得到 因為我自己存了不少強力武器 還有一件很難才可以獲得的能源盔甲 如果承繼到save,去到未來的三藩市應該都會輕鬆不少 最後PS4的玩家 如果你明天買到PS5的話 這個遊戲可以免費升級上去 《Total War Warhammer 3》就會在2月17日PC平台推出 來到這個系列三部曲的終結 大家當然最關心有多少種族可以玩 在這個充滿邪惡魔法、戰火連綿的混沌域 主管住這個境地有4個種族 瘟疫之神納舊、中獄之主飾業、猛變魔軍奸騎 以及仙血與陶禄之神孔躍 還有2個強大王國基斯里夫和大震旦 都因為各自的原因來到這裡 再加上獨立於4神之外 有惡魔王子領軍的混沌惡魔 連上早期購買特典的食人魔王國 一共有8個種族被玩家去選擇 玩法其實跟上一代差不多 新增了一個生存戰模式 一波又一波的敵人會向我們進攻 當我們佔領得越深入敵人就會越強大 透過在地圖收集資源就可以換取援軍 這個模式可以4個人一起玩,每個人都可以選不同種族 一起合作在這個混沌世界生存到最後 對戰模式新增一個佔領系統可以召喚更多援軍 這個系列經歷了6年時間,來到最終章 各位戰彩賣應該都期待這一場大戰 這遊戲還要在Xbox Game Pass Day 1有得玩 Destiny 2 未來會在2月23日推出最新的DLC The Wish Queen 黑針女巫 各位Destiny 的守護者 今次來到殺阿森列王之境 擁有金碧輝煌的宮殿 也滿地遍布操造樹林的沼澤 我們面對的敵人就是女巫的名色初軍 因為光能的力量他們可以從死裡復活 令這場光能之戰更加危險 除了有劇情模式可以玩,當然有六人副本 也有全身掠奪任務 勇闖在沼澤裡面神秘的金字塔 接下來介紹的這款遊戲就由台灣的開發團隊 網銀國際開發 有閃丁2,昆倫領動 這個系列以台灣西門丁作為背景 所以入到遊戲的時候大家就會看到很熟悉的街道和商鋪 來到第二集更加會將場景擴展到台北 故事就說由於次元混亂 令到西門丁和另一個世界有閃丁捲入混亂之中 女主角洋與墨就和異世界的昆倫人相遇 為了令到世界恢復原狀就一起去奮戰 來到第二集主角已經成為大學生 不過這個次元混亂又是發生 在戰鬥系統方面 暫時已知就有8個可以控制的角色 不過只可以選4人同時上場 戰鬥的時候就像一般的動作遊戲一樣 需要自己連招匯備 又或者看準時機去出一些固有的技能 所以打起來應該都頗爽快 而且可以在連招之間隨時切換不同的隊友 不過對我來說這遊戲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可以去台灣各個不同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最近這兩年都沒有機會去旅行 在這遊戲中看到台灣不同的場景 可以這樣遊覽一下當去旅行其實都頗開心 都是24號,《煉金攻防》系列25週年紀念作品 蘇菲的《煉金攻防2》《不可思議的煉金術士》 就會在PS4、Switch和PC上推出 蘇菲這個角色在之前20週年紀念角色人氣投票獲得第一名 所以會出續作都不奇怪 故事背景就會延續上一代 我們會和普拉芙坦一起出去冒險 期間發生了一些意外,令到我們轉移到另一個世界 原本和我們一起出去的普拉芙坦失蹤了 但是去到附近村莊的時候認識到一個陌生少女 竟然感覺就好像自己認識的普拉芙坦 為了解開這個謎團 我們就要在異世界尋找答案 在《煉金攻防》裡面就會強化了上集的調合系統 就這樣看上去就好像消除遊戲一樣 另外今集還新增了《操控天候》和《大彩集》這兩個新元素 原本各個地區都有它獨特的氣候 改變了氣候之後就會打開新的通道 《大彩集》就是去到指定地點,觸發了小遊戲之後 如果分數夠高就會有額外的獎勵 有玩到《煉金攻防》系列,我想都不會錯過這隻新遊戲 如果未接觸又想玩的話就不用擔心看不明白故事 因為它一開始就會有些前程提搖 讓大家知道究竟上一集發生過什麼事 以及因為去了新地區,所以大家都可以當是一個獨立的故事去看 同一天喜歡以世界題材的話可以留意一下這個遊戲 《魔劍物語》就會在PS4和Switch上面推出 人物版在去年3月推出了,現在終於都有中文版 遊戲故事都挺搞笑的 我們主角就是一個窮空極惡的魔王 經過漫長的沉綿之後終於醒醒 但是就被世人認為是憑危物種 而我們就要以完全復活作為目標 跟夥伴一起斷造魔劍和戰鬥,目的都是為了避免絕種 還說可以跟勇者又或者是夥伴一起去雙體 中文版還會附送原本日文版要付費的裝飾品 總數超過20種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我們ENVIFY網站訂購 然後接下來這個魂系遊戲,相信很多玩家都等了很久 當初在E3戰剛剛公布的時候都非常矚目 就是由Form Software開發的Elden Ring 原本會是一月推出的,不過為了另一隻遊戲做得更好 就推遲了一個月 2月25日就會在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和PC上推出 講起Form Software的成名作都是一些魂系的遊戲 所以如果你喜歡挑戰難度的話 這隻Elden Ring肯定不會令你失望 故事背景就要說回很久很久以前 由於半神對權力的渴望,所以就引發了一場破碎戰爭 最終令Elden Ring破碎 就算到了現在,世界都陷於黑暗 最後的希望就是找出Elden Nord 而我們玩家都進入了交界地冒險 而且向Elden Nord這個目標進發 以一個奇幻世界作為背景,又有半神又有不同的怪物 喜歡這類題材的你是不是已經被他吸引了 其實早前就已經進行了一次封測 如果幸好的玩家應該都會被他抽中 試到他當中的系統,暫時已知這隻遊戲裡面就有5個職業 分別就是劍士、魔法騎士、預言家、勇者和白狼戰鬼 大家就可以操控這些角色在廣大的開放世界冒險 在這個交界地上面有廣大的平原和森林 還有雪原、水沒都市 在這些地方我們是可以騎馬作戰 另外就是有角色的地下城和遺跡 裡面當然就隱藏著大量的寶物和稀有裝備 裝備系統方面除了可以打怪 又或者開寶箱找回來之外都可以自行斷造 不過我相信最好的裝備應該都是打Boss才會有 線上功能方面最多就可以自援兩個朋友一起玩 另外Dark Souls裡面的PVP機制都會保留 所以在玩的時候隨時都會有人入侵你的世界都不行 如果想支持我們可以來我們Envify網站 購買Elden Ring這個遊戲 在同一日Coke Master為大家帶來一款賽車遊戲 Great Legends 今次是他們第一款賽車遊戲交由比EA發行 發生平台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和PC 這個系列上一款遊戲就2019年推出 今次就強化了一個職業模式,名為Driven to Glory 我們就飾演第二十二號賽車手 加入了一個面臨困境的車隊Seneca 成為他們第二名車手Seneca之前的車手都很不行 現在就放了所有寄望在玩家身上 廠商就說他們的特色就是用真實演員拍攝過場畫面 並非用Motion Capture再加電腦動畫去製作 完成故事劇情之後 進度就會轉成職業生涯模式 繼續完成各大賽事 多人模式就可以跨平台最多22人一起比賽 今個月跟大家介紹了18款遊戲 終於多幾隻大作可以玩了 再恭祝多次大家 接下來虎年打機如虎添翼 讀書的朋友就學業頓步 出來工作的就工作順利,升職加薪 喜歡我們報導遊戲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觀看支持我們 最重要訂閱我們GameplayHK 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次再見,謝謝再見 再見 D